即使现在的景气差 但是便宜东西还是有哦 恰是家具业者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台北市有一个老家具商圈 为了吸引年轻人上门光顾 祭出了围棋两天的封街大拍卖 不带有万元沙发 一元起标 还有许多只有一点点瑕疵的家具 价格更是直接下沙两折 信了很多民众来抢便宜 小姐能不能加一点 6千一 价格七万八的沙发一元起标 抢便宜台下民众喊价喊得凶 连前来代言的选美皇后刘子轩 都忍不住参音咖 三万一两次我要结标了 三万一三次恭喜各位小姐 不过最后以三万一 接近四折的价格 抱回高档沙发的是这位 觉得还蛮划算的 想到自己会标到吗 其实本来没有想到 觉得四折还不够吸引人吗 有精打细算的民众就专挑NG商品下手 它的瑕疵就等于就是它正面这个地方 抽屉面的地方 等于就是有点漆面去撞伤 就是这么一点小瑕疵 办公活动柜下沙两折 原价五千 现在只要一千块 而这个玻璃大茶几有点掉气 同样被打入NG商品等级 两折出清 一张千元钞票还早三百元 买完美多久就会有点磨损 那如果才有一点点小瑕疵 其实看不是很清楚的话 就一定会想参考看看 在这个金融海啸也有生意一路欠仗 所以我们希望打开这个商圈的知名度 因为现在一些年轻人 都把这个本商圈一万掉 老家具商圈大打折扣战 就盼人气真的能回流 在线当年风光 平时新闻零星蔡正台报道 Few 中国部门 店 店 店